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即将走向灭亡 这让和西亚先知心很累 因为先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婚姻经历 来让百姓明白神的爱 但最后依然毫无果效 真的很令人遗憾 让我们一起来读和西亚书第九章 和西亚书第九章 以色列啊 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 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 在各股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 股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 辛酒也必缺乏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连却要归回埃及 必在亚树吃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 即便垫酒也不蒙悦纳 他们的寄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 凡吃的必被垫污 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在大会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节旗 你们怎样行呢 看啊 他们逃避灾难 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 魔符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 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 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 以色列人必知道降法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民说 做先知的是愚昧 受灵感的是狂妄 皆因他们多多作孽 大怀怨恨 以法连曾做我神守望的 至于先知 在他一切的道上 作为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 以法连深深地败坏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主说 我遇见以色列 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手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 专拜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至于以法连人 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 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成韵 纵然养大儿女 我却必使他们丧子 甚至不留一个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我看以法连如泰尔 栽于美帝 以法连却要将自己的儿女 带出来 交予行杀戮的人 耶和华啊 求你加给他们 加什么呢 要使他们胎坠乳干 耶和华说 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挤甲 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 不再怜爱他们 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以法连受责罚 根本枯干 必不能结果 即或生产 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亲爱的朋友 以色列的刚硬 与和西亚先制的感慨 其实很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许多神所裁判来的牧者 领袖 他们总是热切地 请进所有 不求回报 只为了帮助更多人 更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 鼓励你 无论你平常是参与网络 或实体的教会 都邀请你为那些影响你 带领你的牧者来祷告 也鼓励你 可以将你的见证与感谢 传达给他们 相信你的美好生命 就是他们最甜美的果实哦 我们且得够 亲爱的绝书 谢谢你拆派许多牧者 领袖 影响了我的生命 求你看顾他们 使他们大大蒙福 每天都有够用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成为带给人力量 和分享爱的管道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